在王室的世界里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引发巨大的争议和猜测 卡米拉王后在正式进入王室前 下了一个无比痛心的决定 就是切除子宫决定 这样同意是一个备受英国民众关注的话题 这个决定不仅牵涉到王位继承的复杂问题 还触及到卡米拉个人的隐私问题 就这样的一个敏感话题 瞬间把卡米拉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样的决定无论是为了王位的稳定 还是为了自身的健康 卡米拉的这个决定都将在王室舞台上掀起一场风暴 卡米拉王后切除子宫引发争议 是为了王位还是健康 却不得而知 据知情人说 卡米拉王后切除子宫 是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 要不然她不会在高龄时选择切除子宫 这一消息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王室继承问题的猜测 还非常质疑地认为 卡米拉是否真的是为了妇科健康 或者这是为了进入王室所要付出的必要条件 毕竟王室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 即使进了 你的血统够不够给王室留下后代也是个问题 所以卡米拉切除子宫真的是备受质疑 却无从考证 据报道 卡米拉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多次流产 这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而在嫁入王室次年后 她做出了切除子宫的决定 有人认为这是伊丽莎白女王 为了保护威廉王子的王位地位 因为卡米拉的怀孕可能会对继承顺序产生影响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观点 认为卡米拉的决定是出于健康考虑 因为她已经年纪大了 妇科疾病的后遗症可能会对她的身体造成更大的威胁 这一争议引发了英国民众的热议 一方面是 有人认为卡米拉的决定 是为了王位的稳定和继承顺序的清晰 这是她嫁入王室的条件之一 是责任也是使命 他们认为卡米拉的健康问题 应该被放在次要位置 因为王室的利益应该是始终放在首位 而另一方面 也有人坚信个人的健康和权利 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无论其对王室继承顺序是否产生影响 他们认为卡米拉有权利 自主决定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而不应受到外界的干涉和压力 但话又说回来 幸亏卡米拉没有了子宫 不能再生孩子 要不然威廉的日子真的没有那么好过 看来还是伊丽莎白女王有先见之名 为威廉铺好了国王之路 只是哈利这个蠢蛋离开了王室 据知情人士透露 哈利的离开也是被卡米拉设计的 要不然哈利再傻也不会离开王室啊 毕竟如果不是有人从中作梗 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水火不容的样子 卡米拉既然能花重金 让她的团队抹黑戴安娜在王室时的贡献 把兄弟俩拆散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即使卡米拉如此地用尽心机 也未能让自己和前夫哥的孩子 得到王室的荣耀身份 这样说起来 查尔斯也还没傻透 为威廉王子保住了王位 也算保住了伊丽莎白女王辛苦一辈子的英国王室 即使卡米拉心怀怨恨也无计可施 毕竟威廉王子即将继承王位 伊丽莎白一世身世坎坷也非常幸运 在她之前的王位继承人先后去世 二十五岁时熬出了头 成为英国女王 她一生未嫁人 终生以处女的身份统治这一王国 伊丽莎白虽没有清澄之色 也是个清秀佳人 多才多艺 有钱有权 追求者众多 其中不乏门当户对的青年才俊 她为什么选择一个人孤独走完一生呢 首先 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 坑了女儿一把 给她丢下了个烂摊子 导致她在英国国内无人可嫁 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 是西班牙公主 阿拉贡的凯瑟琳 作为政治联姻的棋子 公主凯瑟琳原本嫁给了 亨利八世的哥哥亚瑟 只可惜 两人结婚后时间不长 亚瑟就死了 凯瑟琳没有孩子 丈夫死了 自然要回到西班牙 这样的话 英国和西班牙的政治联姻就断了 当时的西班牙实力强大 堪称欧洲最强 当时英国的君主 亨利七世 不愿意放弃和西班牙的联姻 大儿子没了不要紧 还有二儿子顶上 于是 亨利七世便让二儿子 亨利八世 娶了曾经的嫂子 王室中的女子传宗接代 是主要任务 凯瑟琳的肚皮非常争气 曾多次怀孕 只可惜 天意弄人 只有一个女儿 玛丽存活下来 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 血腥玛丽的英国女王 亨利八世 一心想要生个男孩 同时也厌倦了 年老色衰的凯瑟琳 想要和她离婚 娶漂亮的侍从女官 安妮伯林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是想离就能离的 亨利八世如果想要离婚 需要经过罗马教皇的同意 罗马教皇坚决不同意 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离婚 亨利八世是个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随即宣布英国教会 脱离罗马天主教会 不再受罗马教皇的控制 亨利八世封自己为 新教最高领袖 再没有人能够干涉她 可以随心所欲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成立新教后 遭到了很多前程天主教徒的反对 为了保持新教的正统 亨利八世处决了数万名天主教徒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 也是前程的新教徒 爱德华六世去世后 玛丽成为国王 她是忠实的天主教徒 新教徒到了她这里 成了异教徒 她用火刑 处决了大约三百名异教徒 伊丽莎白登基后 国内新教和天主教 都把自己视为正统 纷争不断 非常混乱 伊丽莎白是前程的新教徒 为了国家的稳定 允许国内同时存在新教和天主教 对两个教派公平对待 当时的宗教教徒非常狂热 力量不容小觑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危及到伊丽莎白的宝座 伊丽莎白是新教徒 她如果在国内寻找结婚人选 这个人一定是新教徒 如果这样的话 就表明了伊丽莎白的立场是偏向新教徒的 又会引起宗教争端 伊丽莎白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她不会冒这种风险 只能谁都不嫁 那么退而求其次 国内不行不要紧 国外还有大把人选 伊丽莎白年轻时也是每人一个 娶了她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既可以每人在怀 还可以从伊丽莎白那儿获得权力和财富 和英国结成联盟 英国之外 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 纷纷向伊丽莎白献殷勤 据统计 欧洲各国为伊丽莎白举办的重大求婚活动 就有二十多次 私底下更是数不胜数 玛利一世嫁给了当时欧洲最强国 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 伊丽莎白完全可以像她那样 与其中某一强国联姻 既可以稳固自己的王位 还可以结成同盟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王贵族的王贵族